原来话题来聚焦 天团五月天7号晚间 在桃园举办第七场诺雅方舟演唱会 虽然是补班日 现场依旧涌入了2.5万名歌迷一同狂欢 而这场的特别来宾邀请到的是 被说跟冠佑撞脸的品冠 两个人在台上大玩双胞胎梗 品冠还自爆 两个人向道是连儿子都会认错 五月间成员冠佑 边挥手边大声讲题 跟粉丝约定马上见 没想到 随着歌词时间真的难倒退 上演礼貌换太子 五月天冠佑变歌手品冠 今天我的小孩也来了 他不是来看我的 是看他们第二个爸爸的 品冠一首搭在干爹冠佑肩上 两人长相神似 看起来就像双胞胎 品冠更自爆 小孩也认错 爸爸 爸爸你加入五月天吗 我跟冠佑 黑组冠冠佑佑 我跟怪兽也可以发展副业 就是服事业 衣冠禽兽 阿信更开玩笑说 安排两人同胎是有原因的 每隔几年固定会让那个品冠跟冠佑 一起出来一次 证明他们真的是两个人 大丸双胞胎梗 斗趣桥段炒热现场气氛 五月天第七场诺雅方舟演唱会 刚好适逢补班补课日 不过歌迷热情依旧 人生如一起一回 人间却一见一遍 请见我们周固 月在几天前 记者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